一节车厢 六个床位 七名乘客 一起命案 这群看似无辜的人中 究竟谁是真凶 这是九号密室第二集中 第一集的故事 卧布车厢 下面请跟我一起 回到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刻 一辆开往法国的列车上 九号车厢里有两个人 眼前的这人是名医生 他刚换上睡衣准备睡觉 另一位酒壁中铺的乘客 看起来已经睡着了 医生爬上自己的床 刚拉下眼罩摆好睡觉姿势 搜的医生车厢门就被打开了 一个拉里拉他的胖胖油腻男走了进来 他摇摇晃晃 看起来应该是喝了顿大的 他进来后 医生的美梦是彻底做不成了 行李使劲往床底出来 一边拖鞋还一边放弃 等等 嗓子痒痒 拉下窗户 咱们来拓落起 医生忍不了 忍不住开口提醒 可也没什么能 因为下一秒油腻不久 劈里啪啦一顿炸链 医生被熏得差点窒息 好不容易等他躺上了上铺 又是憨声伺候 才消停下来 车厢里又迎来了一对老夫妇 老两口虽然压着声音说话 但那声音也不小了 医生在床上已经快疯了 他出声提醒 能不能快点 咱还能不能睡了 老太一看车票 自己的床位竟然已经被油腻男给睡了 原来喝大的油腻男一进来 就随便找了个床铺睡下了 压根没看是谁的 可真是太任性了 老头刚想叫醒油腻男 老太说算了吧 咱们可以将就一下 赶紧睡觉人家都不耐烦了 于是老两口就爬上了上铺 就在这时 一个比油腻男 还结实的女人走了进来 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放行李 看大家都睡了 他选择了出去继续打电话 但顺手就没有关上车厢门 医生无奈至极 只能自己下床关好了车厢门 上面的老夫妇无嘴偷笑 随后两人脱衣服时 又是撞到头 又是卡到手 这通动镜实在不小 医生努力压制自己的怒火 两个人挤在一起十分不适 这位置实在是有点窄了 老头觉得这压根没法睡 于是老头叫醒了油腻男 结果油腻男不但不听 还毫不见外地表示 可以和老太太一起睡 医生本就憋着火 见油腻男还在避避 直接开喷 人狠话不多 油腻男还真的起身回到了下坡 老头见油腻男如此不礼貌 下楼和对方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交流 医生也怒了 这番折腾后大家终于都躺好了 你以为现在就结束了 谁能想到老头还定了一个旅行道中 此刻你能想象 医生的心理引领面积有多大吗 而就在这时 胖姐也回来了 身后还带着一个小帅 两人坐在一起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聊人生理想谈诗词歌赋 渐渐地 气氛就火热了起来 为了更加贴近彼此 两人准备进行一点有意思的事情 这时 火车突然一个大颠簸 酒壁的那名乘客被颠了出来 小帅眼睛一瞥 胖姐一巴了 乘客就这样掉在了地上 所有人都被这声尖叫惊醒了 这时医生率先起身 下床摸了摸乘客的脉搏 医生说他可能死于突发心脏病 随后医生说 这事情得找警卫来处理 然后就转身出门找人去了 游腻男在死者的裤兜里 找到一张随身的合影 一家六口三代同堂 真是可怜 都已经当爷爷了 这么幸福的一家人 现在他却死在了火车上 众人不禁感到唏嘘 这时医生回到了车厢 说因为已经太晚了 所有车厢都关了门 找不到能处理的人 游腻男建议砸碎刹车警银 这样一定会有警察过来 老头附和到好主意 并拿出妻子的高跟鞋 就准备一把敲下去 小帅突然打断了他们 等一下 我没有买车票 我是偷渡来的 要是警察来了 我一定会被抓走 宿罪的游腻男一听 大手一挥 那你们自己决定吧 我熬不动 胖姐一听怒了 你这个骗子 你刚刚还说自己是富二代 原来胖姐就是刚刚出去打电话时 才认识了这个小帅 听她说自己是头等车厢的 而且很有钱 于是就想和她发展发展 说不定还能掉个金龟血 可她不知道原来小帅 是个不折不扣的破产偷渡客 逃票上车后想找个地方睡觉 刚好遇上了胖姐 顺道就撒了个谎 投入了胖姐的怀 老头又准备拿起鞋子开砸 这时候医生出声了 如果现在敲锦铭停车 警察一来 我们谁都走不了了 肯定会耽误很长时间 让警察自己来发现她不好吗 老头似乎也被劝服了 对着妻子说 咱们明天还要参加女儿的婚礼 确实不能被耽误呢 老太太很不满意丈夫的决定 认为丈夫这么做实在是太冷漠了 结婚这么久 第一次认清了丈夫的为人 可她也拗不过丈夫 只能开始和丈夫冷战 胖姐看到大家都没有意见 也没办法再发出什么异样 于是医生和小帅就被尸体抬上了床位 大家各自睡回了床铺 小帅没有位置睡 于是就爬上了死者的床 和她一起凑合了一晚上 六个人看起来都与死者没有关系 死者表面上 好像就是突发心脏病而亡 但这其实是场谋杀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 第二天火车即将到站 大家都收拾起了行囊 胖姐和小帅似乎又和好了 老夫妇也收拾好东西准备退场 医生是最后一个 没错 凶手就是她 那医生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凶手和死者都是医生 又恰好要去面试同一个职位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懂吗 医生为了得到职位 早在其他人没有上车前 就下手杀害了自己死者 方法大概率是下毒 由此造成死者心脏病发的假象 可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尤尼南第二天开始就不见了踪影 当医生得意地喊出死者名字的时候 尤尼南突然音声答道 医生整个人蒙圈 这时的尤尼南 换上了一套整洁的戏装 没想到死者的不对号入座 让他成为了尤尼南的替死鬼 而尤尼南也因此成功躲过了一劫 是的 医生刀错了人 结尾处一分钟的反转 真的让人猝不及防 这集故事来自 九号密室第二季第一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叫做卧铺车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